老师 老师 你看像我这金石阳绿的料子 我一样不错啊 能不能做一个荷花鱼 那么好料子做这么复杂吗 哎 就喜欢做荷花鱼 你要这样做就料子就糟化了 我说 老师你看想想办法吗 那不然我给你做简约一点 简约美嘛啊 体材不变 好的 行 是吧 嗯 那我给你设计一下啊 嗯 好 谢谢老师 这个料子呢 说实话真的可以做成极简类型 稍微柔肉型 打个眼就可以了 为了还有口饭吃呢 我决定还是给它简单做一下 本身呢 这料子呢就很美 我们也来玩点极简设计 把光影变幻发挥到零零尽致 我把料子的大光面设计成了一个极简的荷叶 再配上几只灵动的小鱼 显得灵动素雅 通俗易懂 设计好呢 我们就直接开工 这里呢 我们就记录一个雕刻手艺人的吃灰生活 现在呢 是刚雕好 给大家展示一个模糊的效果 泡完光呢 我们可以发现 大面的位置呢 似一片荷叶 宛如一汪湖水 光影的变化是如此的美 令人无限遐想 崔文 我这种极简手法是你心中所爱吗 你会支持手艺人吗 谢谢